Photoshop精准切除就是说大家已经发现 Photoshop从cc版本开始 为了我们切图这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改进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改进的切图流程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惊喜给的我们 那是哪些惊喜呢 来请随我继续来 首先有一个自动切图 这个自动切图是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在这里 这样一个图 我们看就单独这一个图层 这是一个大的logo 如果我们想把这整个给它切成一个图 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编辑首选项下面 有一个真效工具 真效工具当中 我们一定要把启用生存器给它勾上 下面这一个眼尘链接这一块的话 可用可不用 因为这是远程服务器云端的 我们不需要 但是一定要把启用生存器给勾上 那行 我们可以像这样过来 编辑首选项当中 也可以Ctrl加K 按照Ctrl加K 然后它会自动生存 首选项 然后呢 在真效工具当中把它选上 记住 更改将会在下一次 其中分达效果的时候 才会生效 然后呢 我们要在文件当中 有个生存图像资源 一定要将其勾上 我们把它勾上 勾上了之后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仔细看好我们的文件夹 是在这里的 叫Lesson 然后 现在我们发现 当我们把图像资源勾上的时候 它已经多出了一个文件夹 叫Lesson Assess的这样一个文件夹 不过里面是个空的 它什么都没有 我们现在看 Logo这里 我现在 给它重命名一下 好 我在这个文字上面双击 重命名 比如说我要导出png格式图片 我就点png 好 我就仅仅是重命名了一下 并且呢 我决定这一块要导个png格式 好了 我们现在再来回头来看 这个文件夹 我们发现 我们要的这个图 它已经在里面弹着了 而且 它会把我们的阴影这一块 全部给它裁出来 这是非常方便的 好 png的就演示到这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jpg 看行不行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登录宽的这个背景 来做这样一个实验 好 我们在前面给个点jpg ok 好 我们切换过来看 依然button.jpg 好好的躺在这里 很安详 现在我们来设想一下 苹果电脑 它推出了一个新的显示器 叫Retina 对吧 Retina显示器 那在切图的时候 就要对图片进行一个Retina优化 是做过优化之后 就可以让网页上的每一块像素 都非常的精细 那这个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还是这个jpg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在前面给它来个200 200 但是注意 只要做Retina优化的话 我们要加个空格 什么呢 atRx 好 我现在改了这个名称 改了名称之后 我们再过来看 我们会发现 它前面 200%没了 但是 图片打开 会感觉比之前的大 它的宽度 成为了604 高度成为了92 这是说明 我们的整个图片 宽度和高度 它都扩大了一倍 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如果再把它改回来 仅仅改回 jpg的 它到底是多少 我们仔细看 好了 它跳了一下302乘46 但是我们像这样一改的话 它就直接变了 那继续看 如果 我现在不想要这个图片了 但是我不想到资源管理器当中 来把它删除 那咋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把名字给它取消 把名字给取消了之后 然后它会自动删除 OK 那现在我们来看 jpg我们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质量的 比如说我来个jpg8 那么这回 它还是会给我们生成个jpg 但是呢 它的质量就会相对降低一些 这个就跟我们文件 存储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在jpg当中 我们可以去选择它的品质 各种各样的品质 那么在这里 如果我只选jpg的话 它默认是最佳品质 如果是8的话 它默认是80% 那当然 如果我们用10的话 它也是最佳品质 100% OK 像这样 它就会出来 会给我们自动压成一个最好的图片 我们还是用刚才这个logo来做实验 现在我把它改成png 在后面加个8 OK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它还是一样 但是这个图 如果我们在加个背景图上 我们会发现它会有个白边 就是说明png8和png24 它在透明方面是不一样的 png8它后面会有个白边 好了 这个就是我大概要给大家讲的一个自动切图的方式 那么这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 如果我们在做网页设计的时候 给它做的某一个部分 做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命名好 比如说这一块 我就要给它 叫什么名字 好 我现在不是要是整个了 我只要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说是这一块 我的这一个显示器 我就要让它取名叫显示器 点png 好了 那么它就已经给我们切好了 如果我们能够在网页设计的时候命名非常规范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给它规范 并且呢 我们把格式给定好的话 用这样的方式就已经省去了 切图的那个过程 直接就已经把我们的图片给它抽出来 这样就可以省掉不少事情 那么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自动切图 那现在我们很流行一种格式叫SVG SVG格式可以干嘛呢 SVG格式它是一种始练图的格式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格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显示器给它干掉 来我们回到整个logo来 如果对整个logo给它导出一个SVG格式的 好了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没问题 它给我们生成了SVG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看不清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白色的 那我们找一个有色的 我们用这个登录框的这个底部 来我把它也改成SVG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了 两个SVG图片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了 其实已经有了 只不过由于它是白色的底 我们看不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这一个 另外这一个图 好了 这个图我们却发现它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SVG如果是等前端的同学都知道 我们应该去看它的代码 来我们用我们的sublam给它打开 看一眼 好 sublam打开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一个图 它确实是SVG的代码 但是 它有这样一个填充 它给我们填充成了一个黑色 FoodCloud 它给我们填充的是黑色 然后上面虽然是有这个颜色了 但是 我们知道在这里 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实量的智能对象 所以呢 在生成的SVG当中 它会出现一点点小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logo来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代码 它会用css 给我们生成了各种各样的图片信息这一块 但是在下面 它就用了标准的SVG 用pass 然后一个点一个点的给我们画出来 并且 有文字的地方 它是用文字给我们标出来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格式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图片有多大 我们会惊讶的发现 它才有3.56kb 那如果我把这个代码再作为一个精简 再作为一个改造 比如说我把它的高度和宽去掉 然后它的是白色 我们不给它白色 我给它个红色 我们用16进制 好 我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来 我们再把它打开 之后发现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有个效果 我拖动的时候 我会发现 它是自适应的 它大小都是无所谓的 都是变化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图片 那由于我刚才改了代码 但是呢 可能我由于字体的酷的原因 所以导致这些地方 会有重叠 那这个没关系 相对对于任何一个等SVG的程序员来说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利器 然后我们现在再 回到我们的PPT 继续看 那么有SVG 当然还有webp格式 那么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么还有一个叫抽出资源 抽出资源是CC2014版本才开始的 它也是导出SVG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该怎么弄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比如说找到我们的这个logo 然后在文件 这里有个抽出资源 在抽出资源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 所需要的一个一个的图层 比如说我们就有这个logo 然后我们想抽出什么格式 我们都可以找到 包括SVG的 然后单击抽出 它依然可以帮我们的给它抽出来 但是要提取这些资源 我们将修改图层的一些名字 好这个名字 其实都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 就就是这样 那我就不再做抽出了 最后 我们要讲一个 从Photoshop CC版本开始 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呢 叫复制CSS 复制CSS 所以我们的切图 或者甚至对于前端开发人员来说 这可谓是天大的谢尔贝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显示器的这一个 我不想用图片了 我想用代码把它写出来 但是要写的要跟这个一样 那么我相信 懂CSS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要写这样一个图标 那么首先我们要先画一个DIV 然后呢 再给它做成一个圆 然后里面再出个小圆 还有这三个圆 并且还要做一出隐藏这块 是很复杂的 现在好了 我们在这里有个图层 然后复制CSS 但是很明显 这种外部引入的智能对象 它是不给你复制的 那我们找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线条 那我就可以图层复制CSS 好 单击了之后好像没发生任何事情 神奇的效果就在这 来我们把我的sublam打开 我随便新建一个地方 好 我现在单击右键粘贴 我们会发现 它已经帮我把CSS代码给它出来了 并且这个类的命名 是跟着我们的图层 它默认给我们识别为类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在HTML当中 写这样一个DAV 然后给它个class等于类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名字是可以直接改变的 而且它生成的顺序是很不错的 当然如果对于强迫症的患者 他想把它顺序调的更加完美一些 这个也可以 我们可以用sublam的插件去调 那这里我就不做演示了 好 这个就是扩展的一些新的知识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Photoshop CC开始的一个新的 对于前段开发人员来说 它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叫图层管理 来我们来看还是这里 我们用一个图层多一点点的 这个太少了 行我们再回头把木块网提供的 这个专期页的PSD给它打开 我们打开了之后我们来看 这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类型 比如说按名称来找任何一个图层 我们可以按名称来找一个任何一个图层 比如说现在我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我在里面说一个零基础 好了他给我找到这个图层了 他给我找到单独的这个图层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图层管理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用智能对象 我们点智能对象的时候 他把其他图层给隐藏了 只留下智能对象来 如果我们是根据颜色来 行我们的那个图层 有些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显然没有红色图层 我们是有些绿色图层的 我们就可以把单独绿色图层给它露出来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通过属性 什么属性的可见还是什么的 不可见的有图层门板的是哪些图层 可以像这样 把它所有的给它筛选出来 效果 什么效果的 有描边的效果的 有更整个样的效果的 通过这样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来把我们所需要的图层 给它锁定住 给它找出来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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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